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爱用品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首先第一样是这个Bobbi Brown的这个粉底液 这个虫草粉底液 然后我的颜色是2.5 Warm Sand 然后这个粉底液就是就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它是比较滋润的类型,因为我是干皮 然后它不会到滋润到很油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又能感觉你脸部不会到很干,就是比较保湿的那种 而且它是有点那种jill的那种质地 然后我一般会先上在手上,差不多上一滴 然后一滴多一点,它整个全脸 然后它这个,它没有那个蹦头 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不好的一点 很多女生比较介意 它是这种低拐的类型 就是你拿出来,然后这么压着 然后放进去,然后松开 然后它就会已经积上来很多了 然后差不多我每次就一滴多一点 然后这个它的遮瑕效果非常好 然后你脸上基本上的那种小瑕疵都可以遮掉 而且比较持久不太会脱妆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对于我的皮肤来讲就是很合适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去试一试 下面一个是一个身体的这个交易师的这个body lotion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买他们家的东西 然后那个柜姐送给我的 然后这个我当时觉得没有抱太太喜欢人家送的嘛 然后我就想说用一用 然后结果没想到用了之后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它是这种这种挤的这种嘛 然后出来之后就是不会很黏腻就这种白的 然后涂起来就是不会很黏腻 但是用很足够保湿的那种感觉 就有的那种body lotion就是要很稠你才会觉得保湿 但这个不是 我特别喜欢它它家的这个味道 而且它这个质地我特别喜欢 夏天用完全就是刚刚好 然后它这个质地不会很油 但是足够让你达到夏天的那个保湿的那个状态 然后涂到身上这个味道也可以保持很久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然后最近一直在用这个 感觉这一大罐还挺接用的吧 我就是每次都涂很多也不会怕去浪费它 而且我觉得它价格也还好 性价比应该是蛮高的 推荐给大家去试一试 下面一个是这个Tatcha的这个紫色罐的这个护手霜 这个护手霜就好多人说过嘛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要试一试到底好不好用 然后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结果真的是像大家推荐的一样那种感觉 然后它也是这种挤的这种 然后就是这样子挤出来是蓝色的这种膏体 然后涂开 也是超级超级保湿 但是又不油 而且我也挺喜欢这一家的味道 它的这个保湿度非常好 而且它这个外包装也就是很很有颜值 就很好看 我还挺喜欢Tatcha他们家的包装 但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不是所有的都是那么好用 但是这个护手霜还真不错 因为他们家的价格比较偏高嘛 然后这个护手霜你要想凑带什么的 可以试一试 因为这个护手霜还真不错 然后我一直都有在用这个 这个护手霜 然后就推荐给大家试一试 下面呢是一个LAMARE的这个护城膏 呀看到我了 这个护城膏 就是我这个护城膏就是已经被大家推荐 就是很多很多很测就推荐辣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买 我觉得首先是它单价比较高吧 而且感觉这么一小块 可能不太能用很长时间吧 就那么贵的东西 然后可能一下子就是稍后没了 我还是觉得我会考虑一下再入 但是身边就好多有朋友给我讲好用好用 就是你嘴巴有着状况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就特别修复能力特别强 他们这个LAMARE这个就主打修复能力嘛 然后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它里面是这样的 已经被我用了一个大坑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智慧票价 我觉得很好用 真的像大家说的就是那么贵 50多一个价格买一个护城膏 我觉得它真的是有它神奇的地方 它真的是涂上之后 就比我试过其他牌子都是强很多的 但我不会每天都用它 毕竟还是比较浪费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你嘴巴如果有起泡啊 或者是之类的嘴巴任何状况 你涂上它 转天一定会有效果 就推荐大家去试一试 可能会因为它价格比较有点退却吧 但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你试过这之后真的会很喜欢的感觉 下面呢是这个K的这个 这个是修容笔 一个小块的 然后我最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 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适合亚洲人的鼻影色 然后我买了它之后 我每天在用它画鼻影 就是这个颜色是我觉得 最适合亚洲人画鼻影的颜色 它的颜色不会发特别灰 但是也不会发橘发黄 因为你知道发橘发黄的那种颜色 你不适合当当鼻影来用 然后这个颜色它也不是会过于灰的那种感觉 就是像涂起来脏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的颜色刚刚刚刚好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虽然这个单价比较高 但这个真的是 如果你鼻子不高啊 或者是你有这个画鼻影的需求 这个真的是值得 非常非常值得入的一个一小块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非常棒 推荐给大家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Voxum的这个 呃自制眼影盘 这个我之前就是有一个 呃就是购物分享有说过 然后我也有拍过用它 画眼妆的一个较长 大家没看过的可以去 点这边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我为什么今天要拿来说 是我最近真的是用它画的很长 就是很经常用它 就是这五个颜色是我自己选的颜色嘛 当时我这个视频里也有讲 然后我把它排成这个 六颜色这个配色是这样搭配的 一个浅色一个金色一个暖橘色一个深 棕红色一个紫色一个偏光绿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个眼影盘我当时买的 我觉得它粉质非常非常好很显色 而且质地很软糯的感觉不会太飞粉 然后就跟很多大牌可能大牌有时候都会比较飞粉之类 这边这四个颜色来画的 然后我没有用这个紫色和这个绿色加深 我就是用的前四个颜色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简单的一个眼妆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而且它主要是它的粉质真的很好 所以我最近很常用就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而且就是这种自制眼影盘嘛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或者自己想画什么样的眼妆来去挑选这种淡色眼影 把它拼到里面 然后因为你平时有时候买的眼影盘 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你可能有些颜色不是你喜欢 那不就比较浪费吗 然后这种就比较好 而且它们家的粉质确实不错 所以推荐给大家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我在上面会po一些我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然后记得给今天的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都会回复 那我们下次再见 Bye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